騎乘是Dr.Eve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騎乘的騎乘是Dr.Eve 幾禮拜前曾經去參加SWIFT大改款公辦試駕活動 不過當時時間很趕 所以沒辦法把它開去頂起來 相信針對它大改款的一些引擎 底盤 引擎油電系統等等這些的科技進行深入探究 今天我們終於有時間再次把它借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把它開上頂高 詳細針對它這次大改款所採用的1.23三缸自然機器引擎 甚至它全新配置的CVT變速箱 還有更精進的12V前油電系統 甚至它的HTEC又進行怎樣的優化強化 而且重點是這次SWIFT大改款 它特別針對油耗進行機器引擎所提升 上一代已經很省油了 平均油耗22.3 這次它大改款油耗更是來到24.5公里的境界 所以非常省油 所以今天我們就僅要探究以上這些科技結構之外 我們要來進行油耗實測 來看一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那麼省油 影片開始之前也請大家把我頻道訂閱桌中起來 留言按讚訂閱桌中分享 都是我們最好的支持屋利 6月到台北的同款短期持續發展桌中 如果你要支持購買的話 影片下方說明欄都有附上連結 再請大家多指幫忙一下吧 現在我們開始進行高速油耗測試 7點當然是從10點的中油交流站 我們先把油比較跳停然後冷氣調到20度第二段 然後把胎壓調整之後呢 就開始一路走北宜高到雪水到塑膠休息站之後 然後在北上到頭層日出印象咖啡做總結喔 那趁著這一段路程我們先來講解 這次十五大改款一些外觀的重點 所以這裡應該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們以往頻道都是先講解引擎啊 底盤這些的結構姿勢喔 為什麼這次要先講外觀呢 你知道嗎 這次喔我們台灣所引進的Swift呢 是歐規版本 而不是日規形式 而且喔 我們都知道其實歐洲呢 他們針對油耗 碳排這些的環保法規 都非常嚴格 甚至會比日本來的嚴格喔 所以呢 在已經很省油的架構的情形之下 為了要讓它更省油更節能喔 這次Swift特別針對外觀的造型 空力減低風阻這些概念 來進行強化優化喔 它怎麼做的呢 首先呢 它的外觀是經過風洞測試 而設計出來的外型喔 當然車頭最主要的重點呢 就是它的棒式的引擎蓋 LED的頭燈 然後它的水箱隔渣 還有呢 幾乎沒有任何過多折線的保險桿喔 而且保險桿上面還沒有霧燈 而這就是呢 歐規才這樣的配置 為甚麼要這樣設計呢 因為有霧燈的話呢 可能會影響到你的風阻係數 而且就像前面所說 它特別針對風阻係數進行調整 另外它也針對輪圈造型進行優化 所以你會發現它輪圈造型跟電車其實是蠻像的喔 它可以盡可能減少這些空洞的一些面積 所以讓你在行駛時候呢 減少汽流跑到裡面 來增加油耗的可能性 它的輪胎呢也採用可以降低滾動阻力 高達15%的經濟節能胎喔 所以讓它的形式阻力可以更少更省油 而且喔 它車尾的設計呢 同樣也是經過空力的設計 所以你會發現它不僅有圍儀 圍儀兩側呢 也有側面的圍儀 減少汽流到後面呢 的亂流讓它的風阻係數變高 而且它的後保感造型也非常光滑 然後當然LED的燈組也是新的形式 而且我們剛在頂底盤的時候有發現喔 在它的引擎下方大面積的下護板之外 在中間排氣管的左右兩側呢 從前到後都配有大面積的塑料的平整化護板 甚至後面有力量的中間橫樑的下方 也配置了平整化的護板 為了讓你在行駛的時候呢 氣流從底盤快速通過 減少亂流 讓你開起來的穩定度可以提升 油耗可以更為經濟節能出色 所以才能夠造就出它如此亮眼的友好表現 那種改變呢 當然也是這次大概一款SWIFE的重點之一 所以你會發現這次的設計特別著重於分層感 所以它利用不同種顏色的一些結構 來讓它更有那種視覺上的活潑感 例如你會發現最上方它是用黑色 甚至在車廠中間部分 甚至門邊都採用這種大型白色 而且有些林格爾文的飾板來做點綴 那當然還有用這些比較深灰色 類似像泰色的飾板來貫穿其中 讓它的視覺的感受可以更好 當然加里斯座前方的儀表介面 它是採用兩個傳統式針 但中間的LC的螢幕 它可以顯示多種的功能 甚至可以顯示馬力扭力 煞車 油門開度 然後甚至你的自動駕駛輔助的功能 然後定中間跟前面的距離 然後還有車道維持警示系統 等等的東西都可以上面察覺 另外它的方向盤的造型也是我蠻喜歡的平把式造型 握起來的質感蠻好 而且它後面還有換檔撥片 所以如果你覺得想要更為自主的操家樂趣的話 你就可以透過後面的換檔撥片 自行去切換的檔位 中間的9吋大螢幕也是這次改款重點 它可以提供無線Apple CarPlay 可以Android Auto的車機連載功能 當然可以顯示多種的一些模式選擇 可以自訂你想要顯示的一些介面 然後自己去調整 那當然像是駕駛這種油電車主 最戰意的那種油電分流的狀態 它上面也可以即時顯示 功能也非常多元 其他像是恆溫無線充電 甚至座椅加熱功能它都有培製喔 Suzuki Safety Sport主動安全系統 當然也是這次改款重點喔 像是前方的鏡頭呢 這回廣度有增加 甚至上面還有增加這種防霧線 可以讓你在行駛一些暴雨啊 或是起霧路段時候的照明度可以更好 甚至它雷達偵測的反應都有所提升 而且這套名為DSBS2 雙桿支析煞車輔助系統 它是用毫米波雷達跟攝影機結合的方式 它可以讓你在夜間行駛的時候 不論是在實施入口的能見度啊 去看前方的行人 騎自行車 甚至騎摩托的人喔 可以更為仔細的偵測 那當然它的ACC也是全書譽喔 只要你一開始是30以上 設定好之後呢 接下來 不論你是煞車道零 或是在啟動 都可以自行控制 像是LDWS的車道偏移警示 LK車道維持系統 它也有配置喔 所以你可以開著它在高速行駛手持 非常的輕鬆 另外它也配置了TSR道路線式辨識系統 甚至駕駛疲勞警示 可以讓你在開長途的時候 讓你可以更為聚精會神的開車 那當然還有像是BSM盲頂警示 RCT後方來車警示等等 這些主動安全功能 它配置了六顆安全器材 所以可以讓車內的駕駛啊 跟車內的乘客呢 的安全呢 都能妥善的控制 那至於這套自動駕駛輔助系統 開起來的感覺都怎麼樣呢 坦白說我覺得還蠻直覺的 因為主要的控制按鍵 就是在右手邊的重擊 例如在方向盤喇叭旁邊的 這個自動駕駛按鍵 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可以快速啟動 然後在旁邊的撥桿呢 你可以調整你想要的時速 在右下方呢 還有前方車距的距離控制 那在下方呢 還有車道維持的開啟的開關 你可以選擇 幫你盯中間 或你自己維持都可以 而且我覺得這套主動安全系統的 作動反應也算是不錯 因為像是ACC喔 例如前面有車突然插進來的減速 或是車子突然離開的加速 我覺得它反應也還算是柔暢 而且我覺得它的車道維持的表現也算是不錯 例如前面呢 有些微高速彎呢 它還是可以依循著轉向的角度呢 讓你定在中間 除非前面角度很大 它才會需要你自己去維持方向盤 當然我們在使用這種 主動駕駛安全輔助系統的時候呢 建議雙手還是握著方向盤 這樣子才比較妥當 那它的空間表現怎麼樣 在我181公分的身高 然後在前面調整好 我駕駛座姿之後呢 我進後面乘坐之後呢 西部大概還有一個拳頭左右的空間 頭部大概一掌再多一點點的空間 好在它中間的國嶺沒有到很高 而且它的座椅中間是完全平整 所以有時候呢 你後面也去塞入三名乘客 我想都還算是夠用 那至於後面行李箱空間 基本上就有265公升 以小車來說也算是不錯 而且它的後座椅也可以往前傾倒 傾倒之後呢 就可以獲得579公升的容積了 所以可以擴充你想要再更多東西的使用的需求 引擎當然也是這次是大概款的重點之一 你會發現它排氣量一樣是197CC 但是呢它從原本四缸變成三缸 要知道少了一缸的比如說鋼頭 然後佛塞連桿曲軸 鋼壁等等這些的硬體結構之下呢 其實它重量是減輕蠻多 但是在少了一缸的行李箱之下 要讓你排氣量跟以前一樣 能夠做的事情呢 就是加長你的曲軸行程 所以從鋼鏡充塵來看呢 原本是73x71.5 它是短充塵的設計 這回呢就變成74x92.8的設計 而且也因為長充塵的關係 它的壓縮比可以高達13.9 很明顯它就是為了讓它的油耗表現更為出色 雖然它的引擎動力比上一代少了一批 但是它扭力依舊維持11公斤米的設定 而且長充塵的引擎的扭力反應也比較好 所以它開起來的反應其實是比上一代更為輕鬆 這個引擎除了本體結構改變 像是鋼頭改變蠻多 例如它把進氣道來進行修改 可以增強它的進氣效果 以及滾流的效果 讓你的燃燒的速度可以更快 當然還有具備BBT可變氣門正式的技術 而且它可以模擬阿特金酸循環的設定 讓紅杖米代表壓縮比 讓你的油耗可以更為簡單出色 另外也因為它13.9高壓縮比 所以在如此高溫情形之下 它鋼頭也設計了水道 讓它在燃燒式的溫度可以妥善控制 至於鋼體結構 也因為它的壓縮比很高 所以它的活塞內部也設有油道 可以降低溫度 另外在節能環保表現 它一樣配置了EGR水冷式廢氣回收系統 所以它可以把沒有燃燒完的油氣 然後倒回來 然後冷卻的方式把它降溫 然後再倒回精氣管 讓它重新利用 可以降低有毒物質的排放 也可以降低燃燒式的溫度 那當然 現今很多歐洲車 已經開始採用的OPF 它不僅有採用 而且它也採用更新形式的 跟觸媒段整合 所以當我們打開引擎蓋的時候 就往下看過去 因為發現它的頭段的觸媒下方 就是它的OPF 它可以利用觸媒的高溫 加快把OPF裡面的碳力把它燒掉 這樣子就可以讓它排放更為通順了 另外也針對這三缸引擎 可能產生的抖動 它特別針對引擎的材質來進行改換 它可以採用這三個質量 也就是自振快的方式 來讓它的接點變多 減少它的振動 然後甚至在低檔踩煞車的時候 它也會強制讓離合器偏能 讓它切離 讓減少這振動傳入車內的高能性 讓你的實驗質感更好 所以上一代已經採用了12V輕油電系統 當然這次大改款也繼續採用 只不過比起上一代的動力 這回它已經把它的馬達出力 從2.6P 3.6公斤米的輸出 變成3.08P 6.11公斤米的設定 所以它可以在極低速起步的時候 它可以額外提供一些力量 讓你輔助加速 當然在持續更高的實行之下 它就沒辦法再處理 因為畢竟它不像是48V 甚至像是純粹有電車的馬達 有如此有力 不過這一套的12V輕油電系統 它還是不脫原本的介油架構 所以當我們打開引擎蓋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發電機比較大顆 但是它一樣具備啟動馬達 而且它的電池是在 駕駛說下方是10安培小時 但整套12V輕油電系統的重量 還不到7公斤對於車重的增加 所以說是微乎其微 另外其實蠻多人常在問我說 這種12V或48V輕油電系統的車子 它在熄火狀態 冷氣還是可以繼續吹 當然是否定的 因為像是傳統的油電車 因為它的電池是高壓電 雖然它可以利用高壓電的電力 直接給你冷氣壓縮及電力 但是我們這種48V或12V的輕油電系統 它的電力是無法直接驅動冷氣壓縮機 所以我們冷氣壓縮機 還是得透過引擎取軸 皮帶帶動 意味著就是要啟動引擎 你才能夠吹冷氣 沒啟動引擎 就只能送風 但好在也因為車上有多一個 離電池磨損的關係 所以它可以讓你帶熄火的時間 拉得更長 所以可以減少碳排放 甚至對你油耗的表現有一定的功效 變速箱也是這次大概款SIV的重點之一 所以它把原本JECO代工製造的變速箱 這會改為I-SYNC 會起製作設計 而且這個變速箱 特別針對你的變速区別範圍去擴大 所以代表說你在高速巡航狀態 你的轉速卻可以更低 就像我們現在以時速大概90 巡航狀態之下 你的轉速大概才1600-1700 就算時速是100 你的轉速其實還不到2000 所以就可以以更低的轉速 讓你的油耗表現更為出色 而且它還可以模擬7檔 而且具備自動鎖定功能 所以你在高速運轉之下的動力轉速 可以更為直接 OK 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高速的油耗測試 我們一共跑了79公里的距離 我們平均油耗來到一公升26.9公里的成績 這非常的不錯 再跟大家解說一下細部一些油耗表現 其實它剛牽到車沒多久 在北宜高爬坡的時候 理論上這邊大家成績都不好 但是這時候它的油耗已經來到接近10了 而且接下來在進入雪碎之後 它基本上就是20多起跳 甚至在出雪碎的時候還有2526 而且一路都非常平穩的維持26多 甚至在北上蘇澳休息區 甚至在一路回程的路上 甚至還可以來到接近27.1升.2的水準 非常亮眼 但是我們回來到日出印象咖啡停車之後 它會回到26.9的成績 坦白說你像高速的油耗表現非常不錯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開始進行低速油耗測試吧 OK 我們現在進行低速油耗測試 7點就是從日出印象咖啡開始 一路爬坡走北移到坪林之後 再接106移到十定加油站之後 再加油做總結 而在測試這段路程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它一些底盤平台 甚至我們在頂車的時候發現一些事情 首先這是SWIFT大改款 它的底盤平台依舊維持原本的HTag的底盤架構 這個底盤架構特別針對鋼性去補強 其實你如果有試駕過 關於採用HTag底盤的SWIFT車款 就這樣感受 而且它也特別針對車身鋼性進行強化 所以你從原廠公佈一些透視圖來看 你會發現了在A柱 B柱 車頂左右兩端 中間橫量整個側面的擋火牆子左右兩端 然後從前到後的側群的結構 甚至前方的鋼兩都是採用超高性鋼材來做搭配組合 至於鋼杏在次一級的高張力鋼板 它是在原本這些高鋼材裡面再為第二層的組合 當然在一些中間肚子地方的左右兩端也有這樣的配置 而且從原廠提供的底盤結構圖來看 你會發現它特別強調底盤的大量平順度 所以如果你今天遭受撞擊的時候 然後從底部傳遞的力量可以由前到後的直接傳遞 它會減少之間的接點 所以即便我們在頂底盤的時候發現 它這個底盤的龍骨結構也是非常的順暢 可說是一氣呵成的延續 它並不會出現一些斷點 因為你知道有斷點的時候 就代表說力就會卡在這邊 然後可能如果今天你撞擊力量比較強的話 它可能造成底盤碎裂 甚至造成車內乘客安全影響到可能性 而且這款SWIVV大概特別針對行駛質感性性優化 所以當我們打開引擎蓋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在避震塔的周圍 甚至前方左右的鋼梁結構 都遍佈了非常多的結構膠 雖然它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這些鋼材跟鋼材 板件跟板件之間的結合性 而且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吸震表現 那大概款SWIVV的底盤長什麼樣呢 當我們把效果板給拆除之後 你會發現它的副車價體積 當然以小車來說它並不會做到非常巨大 但是後路卻是有的 所以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底盤的剛性表現 而且它的三腳架體積以小車來說其實我覺得偏大 它是單片材質充壓製成 而且兩腳也是鋼鐵材質結構設計 至於在副車架前端的右手邊 就是它配置Z12E引擎油底盒 也是鋁合金製成 油芯也是金屬材質設計 而且從上方的角落你可以看到 它還是有配置啟動馬達的 左手邊跟它結合就是它配置愛性的變速箱 而且它體積的其實算是大 而且它具備大型的油底盒 而且前方也有冷卻機構 所以在激烈駕駛的溫控表現當然也會更為出色了 為了強化它的側傾抑制的表現 其實這次大概款了 所以它不僅把它的防晴桿加出 而且在防晴桿之壁 也就是利亞恰跟防晴桿結合的地方 它還去裝了鐵芙蓉的點片 所以讓它作動起來可以更為滑順 它的後面懸吊結構當然還是 你有利亞的形式設計 但是這回它特別針對它的避震器形成去加長 因為加長的形成其實可以讓你後面的懸吊貼地性 變得比較好更為穩定 但是它還是針對避震器的釋放角度去調整 因為我們發現它彈簧桶身的位置 就稍微向後傾斜 而且位置也算是接近 所以一定程度讓你車位跟進性變得比較好 而且就如前面所說它這回特別針對底盤平均化去強化 所以中間的大型橫樑的下方 它有配置平均化護板 而且也為了提升行駛質感 你會發現像是它備胎框的下緣 也有大量的隔音器材可以行駛在 插死彈錄的時候 可以減少噼噼啪的碎屎傳到車內腦人的聲響 雖然上次公辦試駕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針對大概款SWIFT的動力壓操控來進行解鎖 但是這次測油耗在北1甚至106的開車路段 還跟他分享一下它的動力操控表現如何 其實以一部這種輕型先輩車來說 這樣子動力輸出我覺得已經算是夠用了 因為畢竟如果你今天想要更高的性能操控的話 你去買更高性能的先輩車 才是正確的選擇 因為它本身還是為了代步節能好開為主 所以以它的三缸動力來說 再搭配它只有945公斤的配置 我覺得開起來還是流暢 而且這個引擎的精緻度我覺得還算可以 因為即便我大腳油門拉轉到四五千轉 甚至更高的前進之下 它的引擎聲量雖然是很放大 但是並不至於出現聲勢力結果快步行的感受 而且這次跟動力搭配組合的愛性 7檔形式的CVT變速箱 我覺得兩者的互動也蠻match的 至少在我們起步踩出去的時候 它不太會有那種CVT動力滑差的情形 而且在我們透過方向盤後面的換檔波變控制之下 我覺得它對檔位保護的情形也沒到非常嚴苛 甚至在一些時速比較低的情形之下 它可以允許你一定程度的退導 所以算是蠻match蠻好開的 另外它開起來感覺我覺得也是非常不錯 除了它車身剛才 賦予它很不錯的車身剛性之外呢 因為它的軸距才2450 所以開起來也是非常的靈活動感 而且這也是SWUKI小車一貫既有的操控感受 而且當我們轉向入彎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這次特別針對轉向系統進行優化強化 所以當我們轉向入彎的時候我們會發現 它的手感的回饋感覺 甚至轉向的直覺性我覺得還蠻好掌控的 另外也因為它的產品設定關係 所以它避震器的回饋感受也算是不錯 畢竟它的初段還算是舒適 當你在速度稍微再快一點 它支撐性也算是有一定的程度表現 而且我們在前面所說 它的防禁感有去加速 所以一定程度讓它側輕的表現可以因此提升 但如果你今天速度再快的時候 當然還是會有點撐不住情形 當然可能就是要針對它經濟節能取向的輪胎 再去加強升級就會比較好了 那當然它的煞車也是很多人在意的重點 因為這次它後面配著的古式煞車 其實以煞車效能來說我覺得還算是夠用 因為畢竟它已經採用上一代的SwissBall的物品 所以對於回饋直覺性非常的直接 而且重點是 這次採用古煞 很多人可能覺得可能是成本考量 你知道嗎 其實後面採用古煞 是對於捷燈省一定有幫助 因為以煞車形式來看 跌煞 當我們踩下煞車的時候 我們會透過卡鉗裡面活塞 然後去推動萊鈴片 萊鈴片會跟跌盤來進行結合 來產生自動吸引 但是這次我們送開煞車的時候 活塞退回去了 但是萊鈴片其實不會跟著退回去 你要退回去的時候 是必須透過你 你再起步再加速的時候 你跌盤轉動 會把你的萊鈴片給推回去 而這樣子你頻繁的煞車 甚至你停在走這種情形之下 你的萊鈴片結合再推開 這情形之下 其實對於油耗跟電耗 其實都會有所影響 所以為了求取更救急的油耗表現 其實它才會設計這種骨砂 來做對應 OK 我們現在已經結束低速油耗測試 而且已經回到實定加油站 然後把油加速跳停 然後來做個總結 在跟大家解說總成績之前 我們先來說一下它的低速油耗表現 它的低速一共行駛了49公里的距離 平均油耗儀表顯示是22.6公里的成績 其實也算是蠻亮眼的 跟大家解說一下 這些低速油耗測試一些路段的油耗成績 首先我們在北一連串上坡的情形之下 當然油耗很差 當然到最高點查葉彈的地方 平均油耗1公升14.5 其實坦白說也算是蠻厲害的 接下來在一連串的長下坡 或起起伏伏的爬坡路段 然後再到平0的時候 油耗已經來到一公升22.8公里的成績 也很厲害了 不過接下來106以的一連串上坡 當然這時候油耗的數據 就一路往下滑 而且最後到106以最上端的時候 它的油耗降到18.7也很厲害了 好最終總成績來了 我們總計高速跟低速 跑了128公里的距離 我們剛剛把油加要跳停 我們加了5.489公升的容積 這次的CV大概款 它特別針對油耗部分進行步槍 例如它換了全新的1.23缸的引擎 變速箱也做出匹配 重點是它還針對整體的空力 要進行優化 例如前面的保險桿 輪圈 輪胎 尾翼 平整化的下滑板底盤 甚至後輪的骨砂等那些東西 盡可能用好用滿 或許你會說 這些小東西對油耗有什麼影響 你要知道 或許你今天只改一個兩個 它的隊員的油耗可能一公升 多跑了0.0幾公里 這0.0幾公里 但是你要看到 Swift它這次改款 是從引擎變速箱底盤 整個車體空力套件的強化的行為之下 在很多個0.0幾的里程加起來的時候 就是實質的幾公里的距離的成績 而且為什麼Swift要做如此繁多的油耗手術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油耗測試 跟車重很有關係 你越輕的車 你的油耗的標準就越嚴格 所以它更需要透過如此繁複多元的節能的手段 讓它車子可以符合環保的規範 以上就達特的Factory 針對Swift大概款進行了油耗測試報導 希望你會喜歡 我們下支影片見